下半是牛隊要展開反攻 率先上場的打者是第六棒的鄭達鴻 鄭達鴻最近的狀況也十分的火熱 連續四場比賽出現難打 就是四場比賽加起來呢 十一個打數六隻的難打 打擊原本是3x08 那麼在這四場比賽之後呢 上升到了3x37了 我看克萊伯的投球動作 混過很大 我們等一下如果從慢動作來看起來 起步然後停頓好像在停一下 是 這次克萊伯註冊上標 這個球進到了好球賽 正達鴻的部分呢 在昨晚的比賽 他在比賽的後半段 曾經上來蹲補哦 他在學生棒球時代呢 也是一個不錯的捕手 不過到了大學呢 由於他在文化大學的時候呢 遇到了學長陳克帆啊 那陳克帆是幹不掉的 他套句 正達鴻的說法是幹不掉的 前跨腳剛剛稍微扭了一下 所以正達鴻在大學的時代呢 也開始來練外野啦 不過賽前特別去問他說 喜歡蹲補還是喜歡在外野 正達鴻說還是喜歡蹲補 不過捕手的這個角色 他也扮演不錯啊 那去年我看 教練團對他作為捕手的這一項功能 也給予很大的一些幫助 所以他來當捕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過以職棒選手來講喔 多一個選擇的機會 就是你現在也能守外野 當然對你上場的機會是更有利的 那守外野的話呢 正達鴻是說比較能夠專心打擊啦 那確實以他最近的打擊狀況來說呢 也想都是來自殺 對是來自殺的 來自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